即使開始跳了 沒關係 好 好 所以是在社團裡面 來RAV4的車友們大家下午安 現在上班時間 有人有空看經理來介紹這台的直播嗎 那RAV4的避震器經理的話在這個平台上已經介紹過好幾次了 這台車是應該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熱銷的前五大車種 Cloracloss還有Artis 這個跟加上RAV4的五代 整個在台灣銷售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誇張 這個車為什麼好 第一個 這個Toyota的妥善率真的非常好 然後它的一個平時維修的一個費用也好 維修的便利性也好 都非常的好 唯一好像有一個 車頂架有一個小漏水的狀況而已 這個好像都已經解決掉了 今天要改裝的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這個避震器不只是這一台 一樣的車款RAV4的五代 在YouTube的頻道裡面 有很多一樣都是RAV4五代 看一台不夠的話可以到YouTube裡面搜尋一下 那也歡迎啦 如果對這些避震器的改裝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要改裝KT的道路版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是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其實這台車如果車高有降低下來 不論是不是改KT 改短彈簧也是一樣的 它的車高降下來之後 後輪Camper的角度都會太趴 所以就需要改裝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先介紹什麼 我們先來介紹仰角好了 這個是後方的仰角 原廠的仰角有分左右邊 改裝之後的話要看品牌不太一樣 像Harris的話它有分左右邊 今天裝的Summit的話 因為它是可以 頭這邊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設計不同 所以它的是不需要分左右邊的 那這台車 這個經理也講過好幾次 這台車 比較不建議 改裝TNG2底盤 後面的行程都比較短 我們這個饅頭 已經它本來是 框在後上座的下方 那我直接把饅頭把它拆掉好了 這個饅頭厚度 大概這麼厚 大概這麼厚 這個後面的行程大概這麼長 所以扣掉饅頭的行程長度 大概只有剩下這些 當然啦它饅頭的行程其實也還可以利用的 如果遇到比較大坑洞的時候 改了短彈簧 你想想看看它的饅頭在這裡 我們改短彈簧 假設這台車是降了2.5公分好了 那它正常作動的行程 還記得耶 還要我們車重放下來之後 它還會壓縮耶 所以等於改的短彈簧 如果饅頭沒有切掉一半 或者是沒有在做其他的修改的話 等於後面稍微遇到坑洞 它就會有一個假性觸底的狀況 所以後座的乘坐感呢 就會變得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這台車如果要改裝短彈簧的話 個人啦經理個人的這樣的說明 應該還蠻清楚 建議啦這台車就是改裝 不論你要不要改KT其實都還好 它避震器的比較 會比較客觀的方式 應該是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做做看A牌的乘坐感覺 因為這個車有真的很多 A牌的乘坐感覺 B牌的乘坐感覺 那KT的乘坐感覺 來比較看看哪一個品牌 比較適合各位再來去做選擇 那KT的話其實 我們在經銷的一個體系裡面 也有休旅車的實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試乘 甚至是北區的話 這台車因為熱賣到 連現貨的避震器都有放庫存 所以如果有需要服務的話 請不要客氣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TNGA 五代的底盤已經是TNGA 所以這個後面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它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那在上座的下方 原廠不能調軟硬 可是KT的可以調軟硬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我再把它的防塵道把它裝回去 免得忘了還給車主 好這個是後面的桶身 這個是日本大廠Sokiko製造的 好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它的設計 就是TNGA TNGA 不論是像是COROLA CROSS 它的後方的話 不是像這種多連桿的結構 後方的話是拖一臂 可是不論是這個COROLA CROSS的拖一臂 或者是RAV4的五代 它的後面彈簧的長度 都設計的比較長 所以KT的設計是設計 230mm 6公斤的規格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那今天的車主有跟經理詢問到 就是如果 因為他後座的話 有在這個地方 有貼了一個嬰兒車 那車主的話有告訴經理說 他會經常後座的話 在小孩也有可能會行李滿載 想要了解當滿載之後 當滿載之後 車高會下降多少 其實這個很好計算 那也順便跟車友來做一個分享 你們的每次介紹 都是介紹一樣的東西 後方的彈簧是6公斤 那我們假設 後面後座乘客 加上行李是200公斤 可是200公斤 後面有兩個輪胎 200公斤除以2 單邊的話受力是100公斤 好100公斤的話 這一條彈簧是6公斤 所以100公斤除以6 就是他會下降的幅度 大概是一指幅左右 所以後座的話 假設乘坐了200公斤的 乘客也好 貨物也好 他會下乘的幅度 就是大概17mm左右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科學的一個 計算方式 那也可以從這一個 後方彈簧的配置 來了解乘載能力 來了解他的舒適度 當然啦我後座可以配到10公斤 讓他載重能力大幅提升 可是10公斤萬一空載的時候 沒有載人的時候乘坐感覺 就非常的硬 所以這個會在載重跟沒有空載的時候 找到一個很不錯的平衡點 所以這個是公斤數的由來 第二個就是彈簧的設計形式 如果後方的話 像Corona Cross那一台車 如果後方設計成直捲彈簧的話 那糟糕了 他壓縮回彈的力道 就會非常的直接 就不太好做 像KT的話 彈簧的設計 就跟原廠一樣 做一個類似燈籠的形式 讓他的乘坐感會變得比較舒適一點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這個是前方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有的設計 會沿用原廠設計 像上座的話 它是有分一個角度的 這裡有一個切角 那它有一個斜度 所以這台車 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記得安裝時候的一個技巧 要特別注意一點 這個缺口 它的軸心 是有方向性的 它的斜度 是有方向性的 要特別注意一下 但是選擇KT 這樣的煩惱 就不用去顧忌了 因為KT的話 是連上座都有附新品 直接施附 只要調整車高 只要調整上方的軟硬度 就可以直接安裝了 那它當然有一些固定的扣距 像這裡有一個橫跡 有一個橢圓形象操場的橫跡 這個是它原廠ABS感應線的扣距 KT的話也都相對的位置 都能夠做固定 不用再另外綁束帶 那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的為什麼要安裝 揚腳調整器 這個是後面的輪胎 車主也改了很帥氣的旅圈 如果它原廠 這台原廠車高 我記得好像大概快接近10公分 好像大概9公分來10公分 非常的高 那車高 如果降下來之後 這個叫Camper 這個叫傾腳 這個傾腳 當原廠它可能有一點斜度 可是降下來之後 我做個比較誇張的誇試法 它有可能變這樣 那變這個角度的話 輪胎的內側 比較經常接觸地面 所以輪胎的內側 摩耗的就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需要改裝 這一支支壁 這個是在外側的 連桿這裡 原廠不可調 那我把這一支改成可調式的 它本來太趴了 我把它調長一點點 它的Camper角度 就能夠回到車高 還沒有降低當時的角度 所以這個就是這支揚腳調整器的功能 好 那它的揚腳調整器 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原廠不能調整 然後它這裡做了一個可調 可調長短的機構 就可以調整後輪Camper的角度了 那其實定位也還有另外一個角度 叫投影 叫豎腳 豎腳的話 原廠 在這一顆 這個支壁的內側 這裡有看到一些刻度 這個刻度的話 就是在 告知定位的師傅 它的角度 要怎麼去做調整 但是這個偏心的螺絲 它偏心的螺絲 能夠微調的幅度 其實是不大 但是也還是能夠做調整 所以如果車高有降低 第一個 改裝的是揚腳調整器 在揚腳調整器的下方 還有一支連桿 應該拍不太到 這一支 我手握的這一支 看能不能拍到 這一支的話是豎腳 如果預算比較夠的話 就可以揚腳加豎腳一起改裝 那不論將到什麼樣的幅度 所做出來的角度 一定能夠對應 除非是定位的師傅 定的時候的一個經驗 定位的經驗比較不足 所以這個揚腳調整器 第一個 車高降低 就改揚腳調整器 應該就都夠了 第二個 這個是彈簧 彈簧是在這裡 這個是6公斤的 它一個胖胖型的彈簧 所以會比較舒適 那這裡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 在這裡 車主也有改了這個防晴桿 這個是對操控來說 都還滿有幫助的 好 那後上座在這個地方 上座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用的 在這裡 這一台的話 後方的話會建議 我們彈簧的話 一般像是 拖一幣的車款 就不用做預載 這一台車的話 我們配的彈簧公斤數 比較輕一點 所以會預載個大概 比較多 以前經理都說 3到5mm對不對 這一台的話 會預載大概1公分左右 只有這一台車喔 記得 只有這一台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方的一個設定 前方的話 因為 RAV4的五代 它本來的乘坐感覺 就是比較舒適 所以KT的設計的話 前面的彈簧 就捨棄直捲彈簧 用一個大型燈籠狀 200長7公斤的 200長7公斤的一個規格 那這個彈簧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 線與線的距離 拉得比較開 這個間距 這個間距 比直捲彈簧還要來拉得開 這個寬度 也做得比較寬 所以這條彈簧的舒適性 就會比較好很多 在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這裡 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然後這裡剛剛所提到的 一個橢圓形的固定扣具 還有這裡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全部 都跟原廠的是一樣的 離載串的話 不用再多花錢買可調的 也不用買改裝強化的 直接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上座的話 KT有附新品 上座在這裡 這台車還蠻好拆裝的 不用再拆這個飾板 上座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鏡頭從這裡往這裡拍的話 可以看到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 所以這個斜度的話 也都需要做出一個特殊的 這台車所專用的零件 才比較不會有異常的狀況 那在上座的中間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 就是在調整軟硬用的 我如果往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軟硬度可以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時候 右邊跟左邊兩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KT的用量也相當的不錯 像是裡面 筒身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義大利IP的阻尼油 像是油縫的部分跟壽命最有相關性 油縫的話 KT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縫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如果車友有剛剛經理所介紹當中 有遺漏到的 有想要了解的 很歡迎私訊我們小編 或者是說想要了解 KT哪裡可以安裝 哪裡可以試乘 也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好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